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 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DBRU 在1972年成立 成立至今已經有40年歷史 溫Sir 我知道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 最近引入了這些平板電腦和射屏技術 可否跟我們講一下這些技術 是如何提升辨認災難者的效率 沒錯 在以往所有災難遇害者的資料 都是用紙和筆來記錄 當引入了平板電腦之後 對於數據傳輸、處理、保存和保溫問題 都有所改善 至於射屏認證技術 現階段只會被指揮中心 清楚知道搜查隊的位置 將來配合平板電腦和全球電話系統之後 就可以清楚記錄死者、遺骸和財物的位置